轻巧 轩车伟员叫谁打算来 背着红色背包的这名男子 向救难人员表示 因为大雾迷路才会受困山中 拄着登山帐一步一步迈开步伐 缓缓往前 几名搜救人员前后护驾 要将他安全护送下山 中秋四天廉假 宜兰郊西热门景点抹茶山 吸引大批旅客朝圣 不过却传出多起 游客在中途体力不支 在山上打19叫救务车护送下山 不过这些案例的共同点 就是这些人都没有大碍 不用送医 网络上盛传 有一名女导游屡次要求 爬抹茶山走不动的团圆 或是来不及赶到停车场 集合的团圆 打电话叫救护车在下山 避免影响游览车离开时间 似乎就是把救护车当接驳车用 还会指定下车地点 需要到停车场上游览车 但当地分队 人力有限 救护车也只有一辆 本县市还没有 耐用救护资源的发展 那大概我们分队一个礼拜 最多是有三件 当地一警私下表示 在七八月份的时候 确实经常接到求救电话 有的脚痛 有的扭到 有的爬不动 所以都直接叫救护车 由于宜兰目前没有规定 使用救护车要付费 因此遇上民众滥用 也让消防弟兄相当无奈 在救护车只有一辆的情况下 如果旅客还是这样 动不动就叫救护车 如果哪天耽误重大救护案件 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记者林医生 蔡雨山 宜兰采访报导 在筷子里面的电 گ saw at 曼